这一讲还是接触上一讲这个没画完的这个松树 我们这棵松树的话是以宋画 宋代画风为主的一些特点 绘画风格来表现这棵松树 还是说到这个就是画松树 要注意它的这个外形走势 画松树要注意它的浓密 这个还有这个松树松树的这个外形的这个变化 浓淡的变化 深浅的变化 多少的变化 这几点在画松树松树的之后都特别重要 我又不是学开了 很高兴的变化 我看这一天 你怎么会做呢 我看这些东西 你怎么会做这一天 我看这些东西 是什么你怎么能做的 我看见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些东西 你怎么办 我看见你怎么办 我看见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得蓬松,显得有层次,显得有密度,有厚度 这颗老松是以这个顺化的这个技法来表现的 这个枝干啊,这个在顺化当中啊 这个他画这个松树的枝干啊,这个发枝啊 特别讲究这个书法用笔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宋伦的时候啊,他们这个 在学画画之前啊,从小啊 他们就开始学习书法 那个时候就学习书法 书法很讲究用笔 啊,因为阴阳动作提案啊,浓荡的变化 啊,所以说这个 他们有多年的这个书法基础 在来画一些画的时候啊 所以说这个用笔啊 啊,往往都是一些书法用笔啊 显得有力度 显得有这个 老道的感觉啊 尤其是这个画松树的时候啊 这种本身就是老参松啊 他这个更加注重的用笔啊 要显得这个 进道参松有力 啊,上一讲的时候的话 我们之前的时候画松树的话 啊,很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先用淡墨啊 勾画松树 资杆,老杆,主杆和刺杆 啊,先勾了出来 啊,大致把它的这个 松树的这个造型啊 刻画出来 还有它的这个 走势 表现出来 在圣化当中啊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 先用 弹幕啊 先刻画一遍 啊,表现出一个大致的一个 一个轮廓来出来 这个有两个因素啊 第一啊 是确定这个 画画的这个构图的需要啊 把它确定它的位置 啊 第二步 是为了就是增加它的层次感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因为第一遍有淡墨的在情况下面 第二遍再来画的时候 线和线的这个 叠加的情况下面啊 因为不可能走同一条路线 不可能画到就是和第一遍一模一样 所以它都穿插到来画 所以说有农有淡 立刻就会显现出这个 在这个线条上面的就是层次感啊 有变化 这样子会令画面更加丰富 啊 就更加有韵味啊 顺画 尤其是顺画极其讲究细节的处理 啊 当然这一点可能会在绘画当中 会就是麻烦一些啊 但是为了这个作品的就是 绘画作品做得更好 啊 我们尽量把每个细节都做到 为什么说在这个就是在绘画历史当中啊 这个顺画在这个国画历史当中啊 顺画它离这个在历史成就离这个画家啊 历史成就比较高啊 艺术造诣啊 在这个历史当中 顺画啊 也是站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面 啊 就像这样子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不行啊 这个是什么新的 你们现在才能够的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人的一样的 这就是呀 像这个手里有什么 那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上下一个 这个人那里找到这个 带来到这个人呢 就像这个人那种 就像这个人那样的 这个人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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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